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脆的铜音在大厅内回响 哎呦呦 这是哪里来的小可爱啊 魏无羡的声音还在回荡 忽然不远处传来一个娇俏的女声 魏无羡循着声音望过去 便看到一个身穿淡黄色罗琴的年轻高挑女子 微笑着从大厅左前方走了出来 魏无羡愣了愣 说道 姐姐 你说的小可爱是魏英吗 女子一正 说道 我说的小可爱不是魏英 是你 魏无羡道 我就是魏英呀 魏英就是我呀 女子又是一正 说道 你怎么可能叫魏英 魏无羡道 我就是叫魏英呀 我很小很小就叫魏英 不过我还叫魏无羡 魏英魏无羡 怡灵老祖魏无羡 怎么可能 女子闻眼面色一变 不禁喃喃自语 半晌才急步走了过来 跟在魏无羡面前 盯着小孩的脸看了又看 片刻后方缓缓摇了摇头 说道 不可能 不可能是宜灵老祖 应该是同名同姓 巧合 巧合而已 在被盯的同时 魏无羡也认真地打亮着眼前的奇怪女子 在这人叙叙叨叨之后 她问道 姐姐 这里是哪里 女子愣了愣 立即回过神来 说道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来的吗 魏无羡道 记得呀 魏英用金如意一敲自己就来了呀 女子问 你为何要敲自己 魏无羡道 因为魏英不敢敲别人 怕别人会疼 就敲自己了 女子又问 那你就不怕疼吗 魏无羡道 怕呀 但是我疼别人不知道呀 女子一愣 说道 那你有觉得疼吗 魏无羡道 没有呀 魏英一点也没觉得疼 只是姐姐 魏英为什么没有变成小金人 女子笑了笑 站起身来 牵上了魏无羡的手 带着人往前走 说道 姐姐带你去看看在这里长居的客人 魏无羡很乖巧地跟着人走 边走边问道 姐姐 长居是不是就是要在这里住很久很久的意思 女子道 对 要住很久 魏无羡道 为什么要在这里住很久 他们没有家吗 女子道 因为他们觉得钱财比家人重要 他们自私又贪婪 魏无羡道 姐姐 魏英听不懂 女子道 你不必懂 看看他们就好 两人说着话就走出了大厅 来到了光线有些昏暗的李间 魏无羡稍一细看 便发现李间比大厅还要空旷 里面聚集着好些人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垂着头 慢慢躲步 魏无羡眼睛有些忙不迭地扫射了众人一眼 便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伯伯婶婶 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你们好 我是魏英 众人没有任何反应 依旧垂着头 躲着步 女子道 小可爱 他们听不见你说话 魏无羡问道 为什么呀 女子道 因为他们把灵魂卖给我了 他们要黄金 不要灵魂 魏无羡抬头望着女子 说道 姐姐 魏英听不懂 女子低头看着魏无羡 说道 姐姐知道你听不懂 但是姐姐想问你 你愿不愿意把灵魂卖给姐姐 魏无羡道 姐姐 什么是灵魂 女子说 就是你的三魂七魄 魏无羡道 姐姐 魏英还是不懂 魏英更不懂的是 姐姐要买魏英的灵魂做什么 魏英要是把灵魂卖给你了 魏英是不是就会死 女子道 姐姐要凑齐一百个灵魂去救一个人 而你正好是第一百个 你若是愿意将你的灵魂卖给我 我就可以去救人了 不过失去灵魂的你也会即刻死去 魏无羡文言立刻摇了摇头 说道 姐姐 不行 魏英不能把灵魂卖给你 因为魏英不想死 魏英若是死了 蓝湛会很伤心很难过 魏英不想让蓝湛难过 女子一惊 盲说道 蓝湛 你是说韩光君蓝湛蓝忘机 魏无羡道 是呀 蓝湛就是韩光君呀 思追锦衣他们都叫蓝湛韩光君 女子大惊失色 盲甩开魏无羡的手 往后退了一大步 大声问道 你怎么会和姑苏蓝湿扯上关系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又是何人 一个冰冷的声音从大厅了传了过来 魏无羡听闻不禁眼睛一亮 欢快的大喊一声 蓝湛就跑了过去 本是一脸寒冰的蓝忘机 见到活蹦乱跳的魏无羡 面色顺时柔和起来 急忙蹲了下去 展开双臂 将飞跑过来 小小魏无羡涌入了怀中 轻轻用脸颊摩缩着小人温润的小脸蛋 踏踏实实赶上了一番小人儿的存在 蓝忘机这才放心地将人报牢站了起来 说道 魏英 我们回去 说吧便欲飞身乐器 就听到脊椎出来的女子大声道 韩光君 且慢 蓝忘机冷冷地看了人一眼 说道 你还当如何 女子道 韩光君 您会毁了我吗 蓝忘机道 你以为呢 女子道 小女子自认罪无可恕 但是我还是希望韩光君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得偿所愿 蓝湛 姐姐刚才说她要去救人 她要用一百人的灵魂去救人 魏英就正好是第一百人 魏无羡小嘴巴巴 急忙插话道 蓝忘机搂了搂魏无羡 说道 嗯 我听到了 所以我不可能原谅她 可以原谅 蓝湛 姐姐没想害我 她是想去救人 魏无羡击道 蓝忘机道 她已经害了九十九人 不是我害的 是他们心甘情愿 更何况 韩光君 女子大声道 若是我想救的是 宜灵老祖魏无羡 你也不愿高抬贵手吗 你也不愿高抬贵手吗 我们是这一种行为